就最近这两年来说 旗舰手机除了相机部分 卷得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快充了 真的吗 大部分旗舰在快充方面的提升速度 可以说是非常盛门 比如说苹果三星还停留在25瓦45瓦左右的快充规格时 国产旗舰已经是普遍进入百瓦时代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而最新的AQS Pro甚至直接干到了200瓦 那么这个200瓦快充 相比主流的120瓦体验上到底有多少差别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测数据 首先这次AQS Pro自带的200瓦快充头 体积相比之前的AQ120瓦还要更小些 这方面应该是得益于蛋花家技术的应用 系统设置中有一个超快充电的开关 默认到手是关闭的 在关闭情况下 5分钟充电到42% 10分钟充电到74% 完整充满4700瓦时电池 耗时是16分钟 因为充电速度太快了 这里我们用一个5分钟的快充电量来进行对比 默认模式下比常挂的120瓦略快些 但是领先幅度不算很大 5分钟快充电量是7.6瓦时 打开超快充电模式之后 5分钟能充到59% 10分钟充到93% 完整充满耗时只要11分钟 5分钟充入电量是10.7瓦时 这个模式下 无论是前期的回血速度 还是完全充满速度 相比默认都有明显提升 所以200瓦爽嘛 确实很爽 基本上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 而且一般来说 我们手机电量在10%到20%左右就去充电了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10分钟内就能充满 但是它相对于120瓦快充 在体验上的提升 确实也存在一些边际效应地展的问题 有点像是手机高刷从90赫兹到120赫兹的感觉 比如说从快充节省的时间上来说 满血65瓦到120瓦 同样充满5000mAh电池 可以节省14到15分钟左右 而同样是4700mAh电池的情况下 200瓦的爱库10 Pro对比120瓦的爱库9 Pro 节省了7分钟左右 并没有理论功率数字提升来得那么大 而且目前来说 电池的快充速度和密度依然存在一些取舍 问题来 现阶段5000mAh加满血120瓦 对比4700mAh加200W 大家更喜欢哪个方案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爱库10 Pro这台手机 其实爱库数字系列旗舰就更新速度上来说 最近一年可以说是换代飞速 比如说从爱库8 Pro到爱库10 Pro 属于是一年零一个月直接更新的三代 但说实话 这三代产品硬件上大差不差 主要还是围绕核心SoC这一块 去年我们评测爱库8 Pro的时候说过 这机子硬件配置堆料 外观各方面都很顶 但无奈火龙巴巴巴 再加上上市初期存在许多优化问题 最终和小米11 Ultra一样大幅跳水 而到了爱库9 Pro这一代 就和上半年其他8建议机型一样了 属于是日常使用体验不升反降 同时配置还降了些 比如说中框和后盖过度显见的 不如8 Pro顺滑 有些错落感 主摄和超广角 也从iMac 766加iMac 598 换成了三星GN5加上GN1 到了爱库10 Pro 核心SoC终于是换成了骁龙巴加 在日常的发热游戏体验这款 总算是回到了旗舰机该有的样子 性能调度方面 爱库10 Pro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 中和大核都可以标到最高频率 2.75Ghz加3.19Ghz 没有做频率限制 当然这是手机静置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发热的前提下 多刷一会儿信息了 大核会降到2.48Ghz 然后再用一会儿会降到2.13Ghz 应用内基本是2.75Ghz加2.13Ghz 这个频率为主 用JBenchmark测试 单核是868 多核是3960 所以说理论上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它的调度会更加积极 但是日常25度左右的室温环境下 它和12S Pro的性能调度差别不大 手机默认到时的智能刷新率 依然很尴尬 30款常用App 全部锁60Hz 不知道蓝厂工程师 是不是对于智能刷新率 这几个字有什么误解 当然它和X80一样 切换到120Hz模式之后 可以手动控制每个App的刷新率策略 可以手动调成全局120Hz 不过目前系统版本 即便是手动调到120Hz之后 微信小程序还是会被锁到60Hz 游戏方面 开启性能模式 网者人要极致化至90Hz模式 15分钟平致率是90.1帧 全程帧率拉满 功耗是3.4W 没有降分辨率 原神方面 因为最近更新了3.0版本 整理负载压力要比2.8版本更高 20分钟游戏平均是56.5帧 整理表现依然不错 要比Shel S Pro表现更加积极一些 总的来说 更换骁龙8 Plus之后 前两代因为核心SoC拉垮 导致的各种问题 终于是在这代产品上得到了解决 日上流畅度OK 原神游戏调度记性 也在8家记性里面算不错 续航方面 300Nit亮度 5G加WiFi 混合续航测试 最终亮品时间是5小时51分 续航表现相比小米12S Pro要差些 一方面是4700毫升双电信 另外就是iQoo 10 Pro 吃鸡王者是不降分辨率的 12S Pro吃鸡王者都稍微降了一点 考虑到200W的快充回血速度 这个续航表现还是能够接受的 屏幕方面就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2K15LTPO 实测数据和12S Pro 或者说iQoo 9 Pro接近 屏幕分支亮度超过了1000Nit 默认平均色埃片值是3.8 专业模式是1.2 校色没啥毛病 但是E5未能近可视角度 烈化明显 倾斜45度左右 就会出现局部色偏 没有正经的类DC调光 对于屏闪敏感的用户来说不太友好 另外就是蓝场 对于屏幕的激发亮度预值射点 依然是比较怂 比如说20000LX的照度下 屏幕激发亮度只有485Nit 50000LX的照度下 也只有677Nit 无法真正体现E5高亮度的优势 要说iQoo 10 Pro这代产品 最大的槽点是啥 但你觉得还是背面的设计 这里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iQoo 8 Pro 9 Pro 10 Pro 这三代白色版本 你觉得外观最好看的是哪一代 可以走一波弹幕 iQoo 8 Pro卫映台 三色条 后盖协调 同时有辨识度 iQoo 9 Pro至今是Ultra 一大块黑色矩阵 但是缺少对称美 颜值倒退 到了iQoo 10 Pro 感觉是直接放飞自我了 辨识度很足 但总感觉是有点不论不类 上半部分是一整块黑色的亮面玻璃 做的类似于凯夫拉的纹理镀膜 表面比较容易沾滥指纹 下半部分是白色有机龟素皮 右侧亮面材质是饱满的三色条 并且三种材质中间 都有一个微凸的分界线 后盖摸起来 割裂感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颗后盖造型满分十分的话 大家回答几分呢 相机方面 iQoo 10 Pro主摄是GN5 微影台 三倍长焦有光学防抖 插光焦是GN1 支持自动对焦 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上 一如既往的继承蓝场的优秀传统 高光细节表现优秀 比如说这组样张 穿着建筑细节纹理比较出色 同时放大看暗部也有不错的降噪 12S Pro小图观感层次感更强 但是之前视频里也说过 因为成像偏向于咔咔咔 快速拍摄快速预览 用速度换画质 放大看无法体现大的优势 高光部分容易出现一些过曝 iQoo 10 Pro白天拍摄 整体色电要偏暖些 色态饱和度也要更高些 但是部分场景白平衡会出现偏红偏紫的情况 另外可能是过于强调高光压制 有些画面光比看起来不太符合实际的场景 比如这组样张 路面阳光照射部分 实际更加接近于iQoo 8 Pro的观感 因为是早晨的阳光 iQoo 10 Pro则看起来像是夕阳照射的感觉 一般城市夜景中 两台iQoo都会触发2秒左右的夜景多帧合成 iQoo 10 Pro整体亮度更高 暗部细节纯净度表现更好 这方面应该得益于新的处理器平台 以及V1加的ISP 但是和白天一样因为过于强调压制光光 10 Pro有些灯箱场景看起来 反而会让画面看起来怪怪的 比如说白色灯箱容易拍成浅灰色 看着不自然 不过在镜头的抗旋光鬼影能力上 10 Pro相比小米12S Pro要更好些 1460万像素的三倍长焦 是基于1600万像素的传感器裁切得到 并且有光学防抖 晚上拍摄的成片率 也要比没有光学防抖的长焦机子要更好 白天同样拉到3倍的情况下 8 Pro和小米12S Pro锐化痕迹比较明显 小米有点像是退了一层颜色 画面整体泛板 相比之下10 Pro的画质最佳 而且长焦没有明显的锐化痕迹 色态表现也是比较淘喜 两倍模式因为没有做基于主摄的高像素裁切 解析力是不如纯两倍的小米12S Pro的 超广角方面 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10 Pro解析力最好 8 Pro次质 12S Pro最差 主要是和12S Pro超广角没有自动对焦有关 理论上爱护8 Pro的MX598 超广角底更大 晚上画质会更有优势 不过可能是两代机子算法差异 爱护10 Pro的Gen1对比爱护8 Pro 夜景画质来说其实差别并不大 细节甚至还要更好些 总体来说爱护10 Pro 三倍长焦画质表现出色 主摄的动态范围降噪 抗旋光能力都更好 但是有些场景下过于强调高光压制 明显对比有些不自然 结合主场广三摄的综合表现 是要好于小米12S Pro的 OK那么简单小结一波 爱护10 Pro最大的升级点 一个是骁龙8 Plus 日常发热游戏表现进步挺大 第二点是200W快充 再次遥遥领先 不过落实到实际体验 对比120W体验上有提升 但是并没有数字层面来的大 其他方面也有亮点 比如说独家的广域超声波指纹 主场广三摄期权 当时我们评测爱护8 Pro的时候说过 硬件规格挺好 但是火龙坏了一锅咒 那么到了这一代爱护10 Pro 算是补齐了最后的短板 主要的缺点还是这次后盖设计 确实有点尴尬 另外就是不主打影像的机型里面 它的整体手感偏厚重些 素皮板是216克 厚度是9.5毫米 但总的来说 算得上是一款用起来没啥短板 也不乏亮点的水桶机 硬件堆料要比较为接近了 小米12S Pro更有诚意 那么提起来 这两台机子大家会选哪一台呢 可以做一波弹幕 系统方面 大美觉得Olinger OS动画流畅度 可玩性其实都做得不错 比如说壁纸审美相当在线 不仅会根据步数变化 也有从白天到晚上的效果自动变化 车时的车牌号信息 安装软件的进度 原子通知可以查看火车票 电影票快递等信息 多屏行动方面 甚至还给Mac做的适配 无论是流畅度 还是护伤功能都优化的挺好 但部分交互设计 确实也得好改改 所谓的大文件夹 居然是不能直接点击打开硬的 那我要用这个大文件夹有何用呢 无论是左边下拉通知栏 右边下拉控制中心 无法左右切换 而且控制中心只能显示图标 没有文字 显示文字需要长按空白处 好在系统中也给到了老版本的控制中心 而且系统设置中也有一些反直觉的选项 比如说双击亮屏 抬手亮屏 MIUI和CloudOS都是在设置锁屏中 而Olinja OS则是在快捷辅助 智能体感 智能亮屏吸屏 上手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 细节交互上有待改进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爱库施普罗 车载机的所有体验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三连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